近日首屆中韓國際電影節 在韓國首爾成功舉辦 眾多中韓傑出電影人 共同分享了這一文化盛世 展望了兩國電影發展的 美好未來 首屆中韓國際電影節 於9月16號 在韓國首爾漢陽大學 奧林匹克體育館盛大開幕 本屆電影節中方 由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 主辦 當代東方承辦 亞太第一衛視作為合作媒體 全程協助此次活動 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 執行主席龍宇祥 擔任此次中韓國際電影節 中方組委會委員長 他在致詞中表示 共同舉辦中韓國際電影節 將標誌中韓兩國 在電影界的全面合作 要用文化 用電影 來給世界傳播我們的故事 電影是我們不能忘記歷史 是我們不能忘記抽薪 在中韓建交25周年美好的時刻 我們共同舉辦中韓國際電影節 將標誌我們兩國在電影界的全面合作 電影節以促進中韓兩國文化 和兩國電影人的交流合作為主題 昆仑洪星冰球俱樂部創始人月新宇 中國特邀評委葉璇 中國台灣特邀演員范執偉 中國演員吳海燕 郭偉華等 來自中韓兩國近千名知名電影人 出席了頒獎盛聖典 我的期待就是更多的精彩的電影 更多的中國的藝術家們 更多中國的電影 除了韓國電影對我們的輸出 我們更多的中國電影 能夠受到韓國觀眾的喜歡 我覺得中韓的電影合作 應該是有相當強勁的優勢 在於世界上來說 因為其實我們能夠見到 很多韓國的電影 它都具有相當的水準 是可以媲美好萊塢製作的 那中國其實在這方面 也有很多這樣的大型製作了 這兩種文化的一種交融 應該會是相當棒的 當晚頒獎典禮頒發了演員 導演 電影作品 及電影技術等獎項 中國動畫電影《豆腐傳》製作團隊 韓國電影《釜山形》製作團隊 中國香港演員吳振宇 中國演員盧齊 韓國導演黃東賀等 中韓電影合影人獲獎 此外 電影節還開設了短篇電影 《演員新秀》選擺賽環節 為挖掘新人演員 導演 以及優秀劇作家 開發多元化多樣性文化產業 航實基礎 相信中韓電影節充分地說明了 我們中韓兩國人民最重要的 要擁有自己的心聲 要用自己的語言來傳播給世界 用自己的表演形式傳播給世界 我也期待這次電影節的開始 能夠推動更多更好的電影傳播給世界 中韓國際電影節發揮橋樑作用 促進了中韓文化友好交流 豐富了人們的精神世界 為亞洲觀眾打造了一場 視覺饕餐盛宴 亞太第一衛視綜合報導 我們下期的表演